傲慢的骨头不好 所以甚至越傲慢的人眼睛越容易出问题 眼睛嘛 眼睛高高在上 所以那你要开始谦虚 有些人是苛刻 自己看到别人的缺点很厉害 苛刻的人就身体不好 没有福报 赚不了钱 所以别人的缺点更要我们去包容它 所以我这样讲的意思 修行是一种改变习性 改变个性 我发觉很多人很喜欢念佛 很喜欢诵经 很喜欢修很长的仪轨 却个性很糟糕 跟人家格格不入 那这个就代表没修行 佛教对它只是一个麻醉剂 对它一点帮助都没有 所以修行一定要透过别人 来了解自己的缺点在哪里 然后慢慢以什么叫空呢 就是空有点你站在高高旁边 看自己一样看事情 你要冷眼 很冷静地去找到自己的问题 唱歌的人很少知道自己唱得不好听的 很奇怪 不好听才喜欢拿麦克风 因为没有空性的人 他永远很主观认为我对我对 所以空你要慢慢慢慢超越自己 去了解自己 好 时间差不多了 那今天有一个东西要各位带回去 那有这些咒卡 这些咒卡很重 像这里面有十二个咒 就像佛陀在认言经说的 你把认言咒带在身上 你得到佛的力量在你身上 你把认言咒带在身上 等于跟佛同一个房间 那现在的科技可以一次印 十二个咒在上面 各位可以带在身上 还有一种 有些这个东西不会坏的 不怕水的 可以沉的 你也可以放在水里面 这个水就得到加持 除了供佛 这个水走到哪里不死 加州缺水 各位要多撒 沙漠的地方 而且这里面还有咒 还有几个就是 各位挂在手上的 一包有两三个 这里面有六个咒语 六个咒语 这个叫接触得解脱 这里面有个大水求咒 是最重要的 身上带这个咒 不管你怎么往生的 必定去极乐世界 再来谁碰到你 谁也可以修业障 生病的人给他带 更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就是 你有信心 再来你带在身上 最好随时摸一下 好像他在发光 利益众生 只要你在动的时候 然后还有一些贴在 贴在手机上面的咒 好像上面有圆形的 你可以把苹果盖起来 这里面是 这个咒语 希望这个手机也成为一个功德 另外还有一本要各位带回去的 最重要的 念一下地上经 我们故意做成口袋本 你放得方便 没事就拿起来念 因为地上经功德太大 这也是我们华人 这也是我们华人 特别中国人 我有时候很劝藏人 一定要读地上经 但是很可惜 听说地上经没有翻成藏文 他问我说 你们华人为什么念地上经 会发财 很有钱 不缺钱 因为地上经是 孝顺不思的经典 而且功德力特别大 所以在地上经后面第十二品 有写了 念地上经的二十种功德 七种功德 建文立一品 写的地上 我本来今天要讲一点 但是我看时间到了 各位坐那么久了 委屈了 所以 膝盖永远会酸 腰会酸 但是 这也是个功德 所以等一下会 会发给各位 好 那 也记得一定要 拿牌位 明天各位最好能够来参加八幻灾界 也没什么条件 但明天来参加 身上不要有皮的东西就好了 明天因为八幻灾界就 不穿皮鞋 皮带 皮包 然后呢 不化妆 不故意戴戒指耳环 这不是参加宴会 只带炼猪就好了 明天晚上不能吃 你会饿 但是你会觉得很舒服 就八条戒律 然后明天首八幻灾界的功德 这个叫戒正上 比如说你今天供养一朵花 那你明天供养一朵花 变成六十万朵花 因为戒的正上 所以首五戒的人供养一杯水 跟没有首五戒的供养 那个首五戒的力量太大了 发菩提心的人点一闪灯 等于一般人要点一亿闪灯 有这个意思吧 所以大家持戒的功德 又能够发起受戒 为了回向给众生 为了成佛的悲心菩提心 那这样了 那我们要超度了就很容易超度 超度不困难 而且多一个人来首戒 就多一个人回向的力量 而且佛经说 首八观灾界那一天 各位你走出去地上所踏的泥土或水 天上的神会供到天上去拜 而且恶鬼道 你踏过的水 他喝即解脱 因为你身体持戒的功德 所以一日一夜八观灾界的功德 永不堕落三二道 乃至终品终身西方极乐世界 那如果我们用菩提心来受戒 那更不可思议 所以明天最好把你儿子拉来 你跟妈来参加 给你一万美金 够花得来 我跟你讲 因为他参加过以后 他人生改变 因为可以不堕落三二道 二十小节 不堕落三二道 富贵自在 谁愿升天 往生净土 所以太花得来了 所以我在监狱经常喘 特别那些死刑犯 他受一次八观灾界 枪毙以后不会堕落三二道 消无量业障 好 有问题的可以举手 有吗 请说 我每天都有念功德神旧 还有灵验旧 二十一篇 地藏信号 每一天的一天 这个回向我的冤亲 债主 还有我去世的父母 因为我妈妈死得好惨 她之前撒伤 撒伤死的是肺癌 死了眼睛不被 那个打开了眼睛的 好 等一下 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夏寿英 夏寿英 法会功德 回向夏寿英 归一三宝 永离三土 同身净土 南无地藏菩萨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 所以以后你就不用讲了 很惨了 那现在 不会大家互相帮 只是说 你念那么多 最好的方法 先升起 把众生当作妈妈的悲心 这样功德力更大 就是说 我们做的任何修行 先 无分别的回向给所有众生 回向完以后 再回向自己的父母 他力量更大 不要怕说 哎呦 我先回向父母再回向给众生 是 没有没有力量跟你没关系 力量是佛的力量 我们念阿弥陀佛 是阿弥陀佛的力量 不是我们的力量 所以各位记住一句话 好 当你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那个声音不是你 那是阿弥陀佛的声音 当你在念 阿弥陀佛的时候 声音不是你 那是观音菩萨的力量 所以永远要相信 当你念阿弥陀佛经 那就是阿弥陀佛的说法 所以为什么说 念经的力量很大 不是我们 要把这个我 因为你用我的想法 那你就觉得我没力量 所以我不要回向 这个就错了 那那个六道 金刚咒 一样 对阿 对阿 你念六道金刚咒 就是六道众生都得到利益 他特别畜生道利益最大 三二道 所以地狱道 恶鬼道 畜生道 所以我们现在变成 很喜欢 特别看到那些 三二道叫哈亚撒玛 然后就 那就代表佛菩萨在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念佛持咒 不是自己 而是以佛的力量 来帮助对方 好 还有问题吗 那各位要有信心 尽量带着 或是送给别人 送给别人 然后 你要一直鼓励他带着 对他有很大的帮助 麦克风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第一海涛法师 我今年7月4日的时候 我在德国那个时候 但是我梦到了我奶奶 她说她很饿想喝粥 我奶奶已经去世六七年了 然后我当时以前我 我现在学佛才一年 然后以前什么都不懂 我奶奶去世那一年 就是六七年前吧 有一年我几乎 每周都会蹦到她 两三次 但是我那时候不懂 什么都不知道 为她回向什么的 然后最近学佛一年 就是7月4号的时候 然后也是 那个姐吧 叫什么姐 好 你奶奶的名字叫什么 我奶奶叫王刘氏 刘秀琴 他 王刘氏 刘秀琴 两个 对对对 是王刘氏 她说她自己有名字叫刘秀琴 来 念一下来 王阿宏 以死甘露 以死甘露 回向饥饿众生 回向饥饿众生 受苦众生 受苦众生 王游氏 王游氏 王阿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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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念一下便士奏 南无 沙瓦 南无 沙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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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观想所有 刚刚你的奶奶也好 所有饥饿众生都得到甘露了 沙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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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你就用手点就好了 点七滴 为什么 天道 人道 阿修罗 地狱道 鬼道 畜生道 后面要点一滴 后面这滴就代表你的奶奶 冤青寨主 就代表这个意思 你的多胎胎儿 你就观想就好了 来 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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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 冤青寨主 天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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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類似 往生父母 妻子父母 歷代祖先 冤心在主 墮胎胎兒 跟隨身上 各種冤心在主 道場內外 所有友情 所有往生牌位 同享功德 王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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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無多寶如來 南無寶聖如來 南無妙色聖如來 南無廣博聖如來 南無離部位如來 南無甘露王如來 南無阿彌陀如來 南無阿彌陀如來 歸三寶 信願往生 極樂世界 願生西方淨土中 九品蓮花為父母 花開見佛物無身 不退菩薩為伴侶 生命電視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讓大眾能夠感受到 感謝各位收看生命電視台 也願大家多護持生命電視台 護持正號1996-5232 1996-5232 護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渴望自由的心 被關在球籠裡的野狼 為了咬開籠子的鐵絲網 他的嘴一次又一次的被磨得鮮血直流 然而他咬得斷籠子裡的鐵絲網 卻無法咬斷鐵絲網外 由鋼筋焊接而成的球籠 他可真執著啊 整整咬了一路啊 不用管他 這一路上 我們都不給他食物和水 我看看他還能堅持多久 一路上滴水未盡的一郎 被關進動物園籠子裡的時候 他已經虛弱的快站不住了 但他還是努力的站穩 努力的抬起頭 大叔 不用給他點食物吃嗎 這一路上 他可是一點東西都沒吃啊 這頭狼野性太大了 餓他幾天磨磨他的野性 要不然他是不會老實待著的 沒錯 他一旦吃飽了 就不會安分下來 現在就這樣 把他晾在這裡 讓他學老實點 說著 管理員轉身離開 司機和小王看狼一眼後 也跟著離開了 瞧進野狼的籠子 三面是鐵柵欄 一面是水泥牆 野狼背靠著牆壁趴著 然後 目光朝著籠子外遠處的山脈看去 天色漸漸漸的黑了 天色漸漸的黑了下來 動物園裡的人都離開了 空氣中傳來了一陣陣蟲鳴 野狼聽到後一愣 他激動的站了起來 亮腔著走到 球龍的鐵欄杆處 然後張開嘴 狂怒地咬著那些鋼筋 血又一次順著他的嘴流了出來 這一路來的反覆較量 已經讓野狼明白自己 對鋼筋的無奈 但他還是忍不住啃咬 因為這是能讓他 發洩仇恨的唯一東西 我要出去 我要回家 別白費力氣了 只要來到這裡 就出不去了 是啊 安安心心地在這裡待著吧 好歹有吃有喝 你這樣吵鬧 人類是不會給你食物的 他們不給我食物 那我就自己捕獵 你們就可以當我的食物 野狼 省省吧 我勸你還是老老實實地 在這裡待著吧 否則你會死得很慘的 哎呀 那東西能吃嗎 看來這隻可憐的狼 活不了多久了 你怎麼知道 這隻狼活不了多久呢 之前那裡也關了一隻狼 那傢伙也像他一樣 不停地咬著鐵栏杆 最後他死掉了 即便是在臨死時 還傻乎乎地啃著栏杆 現在這隻狼也這樣做 他也是離死不遠了 愚蠢的家伙 那東西能吃嗎 哈哈 原來是這樣啊 讓我看看 這個愚蠢的家伙 是怎麼死掉的 說著 他們帶著嘲笑的目光 朝那隻狼看去 這隻野狼 顯得非常憤怒 他用盡全力 發出了一聲長嚎 兩隻嚎豬聽後 大驚 不由地後退了幾步 野狼叫完後 一下子等了下來 哎呀 他這是死了嗎 狼哪那麼容易死掉啊 他只是昏過去了而已 夢中的狼想像著自己快樂的生活 無拘無束到處遊玩 食物好餓啊 不錯 這個傢伙開始吃東西了 肯吃東西就好 那樣就能在這裡活下去 若是在平時 野狼是絕不會吃這種來歷不明的食物 但現在不同了 因為他深知如果不吃東西的話 那自己的下場就會像豪豬舒的那樣 只有死路一條 吃完食物的野狼趴在了地上 他微微閉上眼睛準備休息 這時候遊客走了過來 哎呀 你看 這裡又有新的野狼了 是啊 自從上一隻狼死掉後 這裡好久都沒有狼了 不過這隻狼看起來病奄奄的 我看牠也活不了多久 野狼是很難馴服的 牠們被關起來後 總是想盡辦法逃離 最後的結果 卻是把自己給折騰死了 原來是這樣喔 可惡 怎麼這麼吵 白天 侍郎睡覺的時候 可他哪里知道 白天也正是動物園開放的時候 一批又一批的遊客 落意不絕地來到這裡 隔著籠子圍觀他 挑逗他 喂 你這個懶家伙 大白天的睡什麼覺啊 遊客拿出一個核桃 然後朝籠子裡的狼扔了過去 籠子裡的那隻野狼正在打盾 那核桃一下子打中了他的腦袋 他憤怒地一下子跳了起來 然後朝著籠子外的遊客 擦著牙發出一陣呜呜的叫聲 誒 這隻狼還挺凶啊 隨著時間一天天的過去 這隻野狼似乎已經認命了 雖然在心裡依舊渴望著自由 但只是渴望而已 他知道自己是無法從這裡逃離的 幾個月後 又有一隻年輕的小野狼 被送進了這個籠子裡 這裡是我的地盤 就這麼巴掌大的地方 誰想跟你搶 更何況你這個傢伙 根本不是我的對手 年輕氣盛的傢伙 來到了這裡還不老是 小野狼轉身離去不想理他 然後來到了鐵欄杆處 他張嘴大口地咬起了鐵欄杆 沒用的 你是咬不斷那些鐵欄杆的 你看到沒 又來了一隻咬鐵欄杆 小野狼 聲聲吧 那東西 不好吃的 小野狼像是聽不到他們的話似的 依舊拼命地養著鐵欄杆 很快 他的嘴便被磨得血流不止 省點力氣吧 我剛來的時候 也像你一樣 想從這裡逃走 可最終呢 除了把自己搞得筋疲力盡 傷痕累累之外 再也得不到什麼好結果 我勸你 還是放棄逃跑的念頭吧 我以後的日子還長著呢 我可不想自己剩下的日子 都在這裡度過 與其失去自由 行屍走肉般地活著 那還不如去死 說完 他又繼續啃咬了起來 野狼聽後愣了一下 然後朝鐵籠外望去 空中 一輪明月 從雲朵裡顯露了出來 野狼看到明月後 顯得非常興奮 他對著月亮 發出一聲長笑 鐵籠裡 小野狼滿嘴鮮血地咬著鐵籃杆 血一滴一滴地落在地面上 很快便形成了一滩血跡 趴在裡面的野狼 看到這一幕後 嘆了一口氣 然後 將藏在自己身後的一塊食物 叼了起來 放在了小野狼身旁 吃點東西吧 血了 我還是喜歡吃外面新鮮的食物啊 唉 你這樣執著究竟是為什麼呀 為了自咬 這隻新來的狼這麼拼命地折騰 那肯定會死的 都說狼聪明 我看他們怎麼那麼傻 小野狼啃咬了一整夜的鐵籃杆 就在天快亮的時候 他突然停了下來 搖搖晃晃地走到了籠子中央後 一下子 一下子倒在了地上 他大口大口地喘息著 血不停地從他嘴裡往外流出 喂 你這是怎麼了 怎麼會流這麼多血啊 我 我不行了 你不要胡說 你這是太累了 休息一下 就會好起來的 沒 沒用的 我的血管被割破了 活不了多久了 啊 怎麼會這樣啊 咬個籃杆怎麼會伤到那裡啊 啊 那裡的幾根鐵籃杆 我已經咬斷了 只要再咬斷一根 就可以從這裡逃出去了 野狼聽後一驚 然後 訝意地朝那裡看去 那幾根鐵籃杆 在囚籠的邊緣 不仔細看的話 很難發現 天啊 這真是你做的 你竟然把這麼粗的欄杆 都咬斷了 你也可以做到的 只要你有一顆 渴望自由的心 小野狼說完 便停止了呼吸 野狼見後 忍不住流出了淚水 他朝著外面的天空 發出一聲悲傷的長笑 天亮之後 動物園裡的管理人員 將籠子裡的 小野狼的屍體 帶走了 但是 他們並沒有發現 那處被破壞的鐵籃杆 到了晚上 那隻野狼 也開始像 他剛被關進籠子裡的時候一樣 拼命地啃咬籃杆 完了完了 看來這隻狼也瘋了 難道他忘了那隻小狼是怎麼死的嗎 是啊 最近這段時間他都滿安靜的 怎麼突然又發起風來了 真是搞不懂這些野狼 不管他了 就讓他去死好了 我要去睡覺了 野狼在那裡不停地啃咬著鐵籃杆 很快 他的嘴便被磨得鮮血直流 但他依舊沒有停止 此時在他耳邊想起了小野狼的話 你也可以做到的 只要你有一顆渴望自由的心 突然只聽咔的一聲 鐵籃杆被咬斷 開了 我竟然也能咬開這鐵籃杆 呵呵 說著 他便用自己的身體 撞擊著那些被咬斷的鐵籃杆 很快 鐵籃杆就被撞出了一個出口 野狼興奮地從那個出口 跑出去 脫離囚籠的野狼 飛快地朝野外跑走 天空中一輪明月掛在那裡 遠處的山林裡 傳來了一陣狼的嚎叫聲 我自由了 謝謝你小狼 天哪 狼怎麼能把這麼粗的欄杆給咬斷呀 你看 這裡的欄杆生羞得很嚴重啊 要不然 他也沒辦法把它咬斷 而從這裡逃走的 欄杆秀石 或許是他能逃脫的一個因素 但讓他逃離這兒最主要的原因 我想 還是他那顆渴望自由的心吧 嗯 好 好 謝謝 生命电视与你 一起温暖的